遼寧營口市爆發聚集性疫情 據官方通報 5月1號至4號 營口鮑魚圈區累計報告224例無症狀感染者 均在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由於中共一貫掩蓋疫情 真實數據可能更多 營口市民透露 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已經被封2個多月 近期拉走了數千名學生 把那五、六千學生都拉走隔離了 大酒店 有病的方常醫院 營口有方常醫院信件 5月4號 鮑魚圈區啟動第二輪核酸檢測 5號零時起 站前區、西市區、老邊區的住宅小區 一律實行封閉式管理 上午進行第三輪全員核酸檢測 8圈8圈也上不了我們這兒 沒有同情證都不讓走 5月1號放的 應該14天嘛 上回就放了4、5、4天 又放了 再喝算2、3圈一次 此外 營口大石橋市也報告多例5症狀感染者 5號大石橋市新盛家園被調整為中風險地區 大的行李炒事兒開 但是你租出來都不要上不到了 最佳車得有同情證才可以開 不要出 我不是同情證才可以開 近日 遼寧省大連 丹東 營口等地都先後發生疫情 福順市也宣布全市每週開展一次全員核酸檢測 新唐人記者陳潔、李珊珊、李佩玲採訪報導